随着确诊病例屡创新高 这两天盛传将落实全面MCO 成为大家关注和争议的课题 那今天呢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就回应了 他说呢 首相慕尤丁明天将会主持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 到时候将会讨论和决定是否要实施全面封锁的行动管制令 那请各位观众朋友敬请期待 另一方面前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首相声称已经花费超过6000亿令级抗议 但是目前仍然看不到任何显著的效果 他指出重新实施行动管制令是对的 但是却没有像之前一般严谨 他认为呢 政府必须要强制人民待在家中 即使是前线人员也必须要保持人身距离 但是将人民关在家里 意味着他们没有钱也没有食物 因此他建议由中央厨房来提供人民每日的伙食 就会摆下线人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